你可以先做個初步的判斷 如果我把它當成是是非題的話 你認為這是正確或者是錯呢? 那不管基於正確或者是錯 你都要想想看你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你怎麼去想這個問題 來寫一下 好 我們開場牌 我們今天先講這個東西 我們對數的圖形 其實初步來講分析的差不多 好 差不多 那今天等一下我會開始講 跟對數有關的方程式 那個就比較簡單 然後明天檢討考卷再講不等式 那我們對數好像就初步概念就有了 那下禮拜我們就可以開始進入 指對數的綜合應用 就整個有一些什麼應用的一些問題 那個就會比較還要再花一些時間 請問考也快到了 來 那個請同學看這邊 我們一起看可以嗎? 同學我先問你喔 如果A比1大 這個方程式無十根 同學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做翻譯喔 這個方程式沒有十根 來 這句話我畫起來 他如果翻譯成另外一句話 他可以怎麼翻譯? 他可以翻譯成說 在A比1大的情況下 跟Y等於A的X次方跟Y等於X 這兩個圖形怎麼樣? 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我也可以換成另外一個問法 就是說在A比1大的情況下 這兩個圖形無焦點對不對? 我也可以這樣問 因為沒有焦點所以沒有十根 或者說還有一種問法啦 你知道什麼問法嗎? 就如果我這樣說 A比1大 Y等於A到X次方的圖形 永遠會在這條斜直線的上方 是不是也是同樣的問法對不對? 那當然大部分的學生 他會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呢? 洪偉你可以幫我照一下那個電腦 來我們看電腦 看電腦 這個電腦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來關個燈 這樣會比較清楚嗎? 我問你 這個虛線 這個黑色的虛線 它就是Y等於X 可以嗎? 這一條就是Y等於X 這一條藍色的 可學你仔細看 這一條藍色叫做Y等於2的X次方 它是底數為2的一個指數函數 它遞爭嘛 對不對? 那這個紅色的 它是底數為2的一個對數函數 那你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底數是2的時候 同學我問你 這個方式是有沒有10根? 沒有10根 那這個藍色的圖形 跟這個黑色的虛線 有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 那整個藍色的圖形 是不是都在這個黑色虛線的上方 對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一開始瞄點的時候 就從這個圖開始 可是同學我做了一個 一個動畫 來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我現在把他的底數 我現在把他的底數做變化 我們來照片你看 當他底數在變的時候 他圖形式會跟著變 好 那現在我把他的底數怎麼樣? 把他底數變小 底數是2的時候是不是 是這樣 來底數再更小 照片你看 底數更小的時候 然後 我這樣可以嗎? 比如說 我覺得我那一個人比你比較容易找的數字 比如說1點4 好這樣可以 比如說 來同學我問你 你看喔 我的底數如果是1.4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同學 底數是1.4的時候 底數是不是比1大? 我問你 這個方程式有幾個10根? 2個 其實2個10根 你有注意到嗎? 有 所以同學我問你 事實上他10根的個數 可能是沒有10根 有沒有可能恰有一個? 有 相切的時候是不是恰有一個? 那有可能有兩個焦點 所以同學 你要不要把這個圖簡單的畫在你的筆記本上 你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說明一下 當你的底數如果是1.4的時候 你的指數函數跟你的對數函數 其實跟這一條斜直線剛好是兩個焦點 對吧? 而且這兩個函數是互為反函數 你看這兩個圖是不是剛好對稱這一條斜直線 OK 來這個我建議你 你把這個圖稍微畫一下 畫在你的筆記本上 所以同學我黑板上講這個東西 第一個跟第二個 同學這個選擇題 是非題 Cocation 不可以 同學 他本身不一定正確 好不好 他不一定正確 他某些情況下是對的 某些情況下是錯的 我這樣算是有把它講清楚 所以這個第一個跟第二個都不一定正確 這個學測好像還沒考過 印象中 希望有一天 學測如果他在考一些觀念的題目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題目就很值得出啊 對不對? 因為我猜很多學生會以為 這個東西是沒有焦點的 我這樣為了 不用了 好不好 來 這兩個請一下 這樣好暗 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開一下燈好 請問來這個 這個 先開燈 然後我先看一下這個 然後等一下你要關再關 哇塞你好靈活 靈活是改的 靈活在改這樣 可能會無非 來那個 同學那OK了嗎 我等你畫圖給你畫好 好 好好 我告訴你喔 我認為同學觀念不清楚的地方 還有這個第三個 這個第三個 我們給他一個讚 那這個題目 同學請看一下 當我的A在0跟1之間的時候 當我的A在0跟1之間的時候 這個指數函數的圖形 跟這個對數的函數圖形 他們是不是恰有一個焦點 我跟你說 大部分的學生在想這個問題 他腦海裡面馬上會出現一個圖 那個圖會長什麼樣你知道嗎 來 我先把這個圖畫出來 大部分的學生看到這個題目 他都會這樣想 你猜他會畫什麼圖 這個底數在0跟1之間 他底數習慣長什麼 1 2分之1 譬如說他會畫y等於多少 y等於 y等於1 2分之1的x字方的圖 你告訴我這個圖長怎樣 底數是1 2分之1 他通過定點01嘛 所以是不是這樣 這樣下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會想畫另外一個圖 另外一個圖叫做y等於什麼 log 底數他也找誰 1 2分之1 好 來 那log的話底數是1 2分之1 他圖形也是定前的 但是他通過一個定點叫做誰 10 指數是通過01 他是通過10 y軸是進進線 所以他的圖形是不是長得像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然後他就會想說 對啊 對不對 這個圖跟這個圖是不是恰有一個焦點 而且你看喔 這兩個圖形他還對稱哪一條斜線 s等於y 這個叫反函數有沒有 這兩個圖形的s座標跟y座標剛好是顛倒 所以很多學生會覺得說 老師這個對呀 這個沒有什麼不對呀 因為大家印象裡面他覺得沒有錯 這是正確的 但同學我跟你講 這還是有問題 不一定 為什麼 來 寫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啊就是 我等一下畫圖給你看 好 我的建設是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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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我跟你們的帶波越來越深 不是啊 那有金門的 什麼東西 你猜一下啊 猜一下金門的什麼 來去金門 來去金門 最好有來去金門的 有啊 這首歌啊 有啊 這首歌 來 安靜安靜 這個 我看一下這個怎麼畫 G of x 等於 LOG x 除以 2在哪裡 除以LOG 環果票票 我想畫喔 不對不對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 好 靜... 不是這樣嗎 可以彈機 好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用手動的 你們要不要換個銀色 我們要不要換個銀色 綠色 綠色 加緊 紅色好不好 黑彩色嗎 粗一點 粗一點 拜託綠色 太細了 好來 這有紅色粗粗 他這個 他這個黑色要不要粗粗 要不要粗粗 好 這怎麼會一樣 什麼叫做黑色粗粗粗 紅色粗粗粗粗 紅色粗粗粗粗 最粗粗粗粗 最粗粗粗粗粗 來 又黑又粗 然後看一下 哈哈哈哈 他沒有 他沒有開網槍 他沒有開網槍 老師的音樂三個都開網槍 誰也開網槍 許個同學表示不舒服 誰三個開網槍 零姓老師 你剛剛講零 現在講什麼 零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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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老師 D老師有開網槍 你開個樓單 可以開 他正在簡單 他在剪什麼東西 他講話會一直扭動 然後那個聲音 是蟲 是不是 他扭動 導演我問你 看這裡 看這裡 我的底數 導演我的底數 如果是0.5 0.5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幾個焦點 一個焦點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把底數換掉 我們把底數換掉 譬如說 你猜換多少才會變0.8 0.87 我跟你講換1.03 我幫你換0.03 0.03 好 導演 你看喔 我跟你講 你看這兩個圖 我幫你把它放大 這個放大 放大你就有Fee我 來你看喔 導演放大 再大一點 再靠近一點點 再大一點 來 導演 哇 這三個焦點 再三點耶 這兩個焦點 導演 導演我問你一件事情 我問你喔 底數是0.03的時候 導演你現在觀察 現在幾個焦點 三個喔 所以 欸 這裡要怎麼寫 導演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啊 這個我們就這樣教就好 所以這件事情不一定正確喔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可以有反例喔 譬如說 來反例我寫在這邊 譬如說 當 當 A檔的多少 哇 A如果取0.03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兩個圖形 會有幾個焦點 會有三個焦點 哇 那這個圖 我不知道 你的美術功力如何 你要不要考慮把這個圖放進去 我會有問題 你會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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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定只有限制在0.03 還是小於0.03 小於0.03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你們可以去碰 只是數字比較小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以前喔 做數學科展 已經有高中生做過了 這個不知道是台灣的哪一間高中生 他就去做 指對數的那個底數 冰化的時候 那個焦點的個數 他用這個就做一篇科展 好像還有得獎 得全國的獎 這個已經有人做過 那當然 特別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談 是因為 這個學制我印象中是還沒有考過 但是我認為這個應該有機會 可是這考出來太牽強了啦 最好有的會 對阿 所以我說跟你稍微提示一下 不然你心中可能都會覺得說 對阿 這個應該只有一個焦點 其實不然 事實上可能不只一個焦點 我們大概就跟同學講一下這個觀念就可以了 沒有要講很多啦 知道一下這個概念 這個圖我是覺得 要不要畫畫看 這個圖有點難畫 有點難畫 真的有點難畫 這不太容易看 好 那我們也不要講太多圖形 不然進度會被拖累到 那我們圖形大概就 先 對對對 大概就先到這邊 好